他被誉为贵族中的战斗机 行走的印钞机 英国少女口中禁止出口的白马王子 欧洲第一高富帅 他的地产多得刷新我们的三观 光是自己住的豪宅就占地4400公顷 有四分之一个北京那么大 此外 他在英国还拥有近81万亩地 总价值过千亿 连英国女王住的白金汉宫 都在他家的土地上 他每天只需要待在家里 翘着二郎腿 就有大把人抢着给他送钱 追求他的迷妹更是多如针毡 从伦敦一路排到巴黎 年少有为的他到底有多少资产 他的这些钱又是从哪来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地表最强90后 第七代 威斯敏斯特公爵 休格罗夫那 1991年 格罗夫那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富商家庭 在家排行老三 他的父亲是第六代威斯敏斯特公爵 英国最富有的地产商 没有之一 作为父亲唯一的儿子 格罗夫那可谓是人中之龙 超级富二代 但他和很多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不同 从小到大都非常低调且懂事 从小学到高中 格罗夫那就读的都是普通学校 并且他没有穿金带银的刷存在感 反而是和同学们一样吃着平价炸鸡 穿着廉价的服饰 大学毕业后 父亲对格罗夫那说 家里地产太多了 回来帮忙打理 可格罗夫那偏不这么干 他跑到了一家没有名气的公司 当客户经理 拿着微薄的薪水 品尝人间百态 那时候的格罗夫那喜欢自由自在的感觉 他不喜欢生意场上的儿鱼我诈 也不想承受把家族发扬光大的压力 他觉得普通老百姓才是最幸福的 因此他甚至连女朋友都选择 朴实的高中同学没有挑名媛千金 但是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 却没有一直持续下去 2016年格罗夫那的父亲突然去世 格罗夫那只能无奈地扛起 价值1190亿人民币的金山 一跃成为英国第三富豪 父亲的离开固然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可也间接地让他成为聚光灯下的超级富豪 格罗夫那自己也惊待了 原来我真的这么有钱 那他到底多有钱呢 我们先来说说他住的豪宅 伊顿庄园 这座庄园是17世纪建立的 拥有近400年的历史 整个庄园占地面积高达惊人的4400公顷 相当于有60个故宫那么大 庄园里有上百名庸人 500多个房间 停机坪 游泳池 健身房等 一切你能想象到的娱乐场地 庄园里应有尽有 系数当今世界上的富豪 谁的房子能有这么大 还这么气派 然而 这座庄园还只是格罗夫那地产中的九牛一毛 格罗夫那的商业地产几乎占据了半个英国 连英国女王都算得上是她的租客 白金汉宫是世界级的闪耀名片 建筑艺术中史无前例的佳作 可即便这么富丽堂皇的宫殿 却还只是格罗夫那地产中的沧海一宿 由此可见 格罗夫那真的是一台行走的印钞机 英国人民有一件司空见惯的事 当他们需要打开地图找位置时 周边都会有上百条以格罗夫那命名的街道 因为格罗夫那的地产几乎覆盖了半个英国 他每天什么都不需要干 就等着英国老百姓给他交房租就好了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格罗夫那不光拥有商业地产 还有22个农场和600英亩的林地 苏格兰西北部的雷伊年森林也归他所有 三座山占地9万6千英亩 里面养了超过3500头野鹿 不可否认格罗夫那是个帅气多金的完美男人 他的魅力足以迷倒所有的英国少女 但是有钱还不是格罗夫那最有魅力的地方 他最大的亮点是有一颗玄弧旧式的心 他彻底刷新了常人对富豪的认知 2018年6月 格罗夫那以家族的名义 向国家发展康复研究中心 和英国国防教育捐款7000万英镑 目的是为了善后退伍老兵的生活 除此之外 格罗夫那还在疫情爆发期间 向国家捐助了1250万美元 后来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 他又陆续捐了好几笔大数字 他在捐款时是这么说的 请务必要把这些钱交给受疫情影响的人 如果不够 我还可以继续捐 此言论曝光后 6000万英国人民不由自主地对他竖起大拇指 格罗夫那成功刷新了人民对富豪的刻板形象 真正的把先有国再有家 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因此 在格罗夫那独特的人格魅力下 英国少女才会这么喊道 英国禁止出口清单中 格罗夫那排第一 大阪中只能排第二 那么问题来了 格罗夫那为什么这么有钱 又是什么样的家庭 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孩子 这一切都要从他的家族说起 拥有英国接近一半的土地 总面积是英国女王七倍的家族 是怎么发家致富的 原来说到底 还是靠娶了个富太太 17世纪70年代 格罗夫那的先祖托马斯 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 因长相英俊吸引了富家千金 两人结婚后 对方带来了一笔丰厚的嫁妆 其中包括了伦敦市西部500英亩的地皮和一个庄园 这笔资产在那个还不算发达的年代是非常惊人的 无异于村里的土豪 因此在雄厚资本的支撑下 托马斯又陆续收购了很多土地 钱包越来越古 1874年 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他们当时的家族掌权者公爵爵位 自此该家族成为了英国赫赫有名的贵族流传至今 而格罗夫那的父亲就是第六代威斯敏斯特公爵 在2011年的太悟士报富豪榜中 他以70亿英镑的资产排名第四 除了英国他在加拿大西班牙甚至中国都拥有不小的土地 这才导致了他的儿子格罗夫那能拥有今天的盛况 堪称富豪中的战斗机 可能在很多人眼中格罗夫那只是一个会投胎的富二代罢了 不需要努力也可以把人生过得辉煌灿烂 但其实世人都小看他了 现如今富二代富家子弟的名声并不好 很多人仗着家里有钱就在社会作威作福 甚至还可能目无王法 因此父母给予孩子太好的条件并非好事 很容易让孩子迷失心智毁了三观 可格罗夫那却不一样 他不为家境好而感到优越 他懂得分享乐善好施 会把国事单为己任 这种精神才是真正的豪门公子 这才配得上欧洲第一高富帅 不知道你们如何看待格罗夫那的人生呢 欢迎评论区留下看法 这里是大佬淡代 每天来这儿了解一个大佬的人生 一段时间后 你就是朋友中最博学的那位 视频制作不易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转发 收藏三连哦